今天平約失牧師的廣播 哈利路亞 你們今天好嗎? 問候你身邊的兩三個人 對他們說些好的話,好嗎? 你們都知道什麼是好的了,好嗎? 你看起來似乎不錯,這不太好 又說你看起來很好,Amen 看著其他人說,美好事物將要發生在你身上 看著你面前的那個人說,上帝是好的,Amen 我們是教會,大家聚集一堂 無論你在哪裡收睇,只要你認為 新造教會是你的教會 每當我們聚集在一起,感受這份集體的因果 有些事情在你們走到一起之前,根本做不到 有些事情單靠你自己,我們也有一種是 獨行俠的想法,甚至獨行俠也有劏頭作伴 好,我們有獨行基督徒的想法 一切都是關於我 我去教會是為了要找出我的討告 如何夢誰聽 我去教會是要學習保持健康 如何怎樣,如何這樣,如何怎樣 而關鍵在於,這不是關於你 第一,這關於主 無論我們走到哪裡 我們都教導牧師和領袖們 如果要擁有成功的事工 你必須將你的教會 建立在一個三個軸心上 如果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在這三個軸心上 建立你的生命、教會和事工 你就不會失敗 因為上帝就在這個基礎的背後 就好像把房子建在盆石上一樣 首先,第一個最重要 最核心的軸心 就是主耶穌基督 主耶穌基督必須成為你生命中的第一位 聖經沒有教導說 丈夫要愛你的妻子 想辦法愛你的妻子 妻子要學會遷就你的丈夫 學會找出配合她運作的方式 這一切都很好 但聖經沒有具體教導 他教導說 丈夫要愛你的妻子 好像基督愛教會一樣 這很厲害 因為基督愛教會的方式 就是體現在十字架之上 Amen 以自我犧牲的方式 愛你的妻子 有些事情你可以放在一旁 比如高爾夫球 牧師請停止講道 已經干涉到我了 好 讓我們直接了當地說 耶穌應該放在第一位 當你以基督的方式愛妻子 你的眼目是在基督上 而不是妻子身上 你瞞作妻子的 要順復自己的丈夫 好像順復主一樣 你看到耶穌 有時候祂令人難以接受 有時候祂不是很可愛 在這個時刻 你必須要看到耶穌 更多 更加地愛祂 聖經說 第一位是耶穌 我們所做的一切 我們為什麼要上班呢 我們說要賺取收入 Amen 讓我們的桌子上 有麵包和牛油 其實你去工作 是因為你正在服侍主 聖經說 作事不要只作給人看 而是服侍主 因為你必從主那裡得到賞賜 你在哥羅西書讀過這段經文 不要只為你的僱主去服務 Amen 因為這是服侍主 所以耶穌永遠是第一 我們要全神貫注祂的榮美 我們想聆聽關於祂的講道 祂所完成的大功 祂如何為我們成為罪 Amen 祂在實價上成為我們的罪 以至我們能夠恩著祂的義 成為義人 十字假上進行屬天的交換 這不是宗教而是現實 Amen 不是關於更加努力 更加道德 表現更好 不是 這是關於接受一份免費的禮物 基督擔當了我們的罪 祂為我們而死 當我們在祂裡得稱為義的時候 祂從死女復活 今天祂在父親的右手邊 Amen 祂是我們的君王 祂是我們的主 一切都是以祂為中心 第二個軸心就是教會 當地教會 Amen 很多人說教會 我屬於教會 哪間教會 我屬於教會 當你結婚的時候 那是誰跟你結婚呢 是否普世教會 普世牧師 沒有這樣的事情 Amen 而聖經也沒有這樣的表達方式 聖經裡面 以本地肢體的方式 去表達普世教會 耶穌特別對七教會說話 祂可以對教會說一篇道 然後你們自己再在當中分享 但祂的呼召 老底加教會 祂呼召以忽所教會 呼召推瓦推拉教會 祂以登台的各個部分 象徵當地的教會 而他們是一個整體的教會 Amen 然後第三 是以色列 現在我不認為我們的教會有這個問題 我們愛耶穌 我們愛以色列 有時我們強調以色列之後 會回到耶穌身上 耶穌以色列 但我們忘記了教會 我們忘記了當地教會 當地教會裡面有安全的保障 你還記得 浪子怎麼輪到我父的家裡嗎 我父的家裡 記得嗎 在我父的家裡 風盛的食物足足有餘 父親家裡有很多 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會很安全 有恩高 每當你來到這裡 都會有恩典的分配 每當來到這裡 一種前所未有的恩寵臨到你 當你離開 你將會是截然不同 關於以色列未來的聖殿 有一條律法 當耶穌重臨的時候 耶路撒冷將會有一座未來的聖殿 聖經告訴我們以色列預言這件事 因此我們稱之為以色列的聖殿 這是耶和華的聖殿 在這間聖殿裡經文說 你離開的路不會是你進來時候的路 很抱歉 你離開的路不會是你進來時候的路 好嗎 你從一條路進來 必定從另一條路出去 顯然地各個方向還有其他的出口 這個想法是 在上帝的殿中 上帝的家裡 在這個上帝正在末世中建立的地方 當來到上帝的家裡 你離開的時候將會截然不同 耶穌就在這裡 因為祂在這裡 你說祂與我同在 祂決不撇下我 也不離棄我 不是 祂談論的是我們奉祂的名聚集在一起 還記得嗎 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 所以我就在他們中間 我們不可放棄聚會 教會裡有一種安全的保障和保護 上帝興起眾人去祝福這個世界 Amen 使靈魂得救 然後餵養他們 去裝備他們 訓練他們 基督的身體裡有權兵和信服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有這種想法 一旦我得救就是我 連同我的兒子吉米 和我的妻子金米 我們都很快樂 不僅是你 這包含更多 如果生活只為自己而活 這是令人沮喪和空虛 當地教會有權兵和信服 很多人自己前去 他們並沒有受猜獻 你被猜獻出去的時候 擁有權兵 就像伯夫長所說 我也留意到這個詞語 他對耶穌說 要你到社下來實在不敢當 他的仆人病了 要你到社下來實在不敢當 只要你說一句話 就在你所在的地方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我自己是在別人的權下 百夫長說 也有兵在我以下 我對這個說去他就去 對另一個說來他就來 我也是 我擁有權兵是因為 對另一個說來他就來 我對這個說去他就去 因為我自己是在別人的權下 大家聽到嗎 當你處於權兵之下 你就有權兵 你的話語有權兵 你所做的事有權兵 你不需要用大叫和呼喊 來顯示權兵 權兵會在影響中體現出來 你的話是不會落空的 上帝為你創造一個平台 為要實行 祂已經賜給你的這份影響力 基督的身體裡 有一個五重事工 我們都是老師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五重事工的老師 我們這些蒙照做牧師的人 是要牧養別人 但我們不是五重老師 我們這些蒙照說預言的 並非都是先知 我發現當地教會會有一種更大的恩高 大家聽到嗎 有一種觀點認為 不管是否當地教會 人們不需要去教會 不需要聚集在一起 聖經說 你們既然知道那日子臨近 耶穌將要回來 我們不可以放棄聚會 彼得前書五章很清楚地說 照樣你們青年人要順復年長的 不一定是年紀上 而是屬靈上的年輕人 教會裡有一位長老 有一個牧師 事實上牧師這個詞語 正是指長老 長老會身為長老的人 他們當中有些是年輕的長老 Amen 就像這位一樣 讚美上帝 就算你們各人也要彼此以謙卑為裝束 首先是順復 然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要順復以謙卑為裝束 因為上帝敵黨驕傲的人 賜恩 賜恩重 賜恩給謙卑的人 所以你們要謙卑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 到了時候 祂必叫你們升高 上帝要你謙卑自己 不是為了要壓制你 上帝想在適當時叫你升高 上帝正在觀察我們 Amen 我得著這個啟示 真是令人驚嘆 我從未聽過任何人分享 從來沒有人宣說這件事 沒有人這樣宣說 我幾年前看到 耶穌在十二歲的時候 信服祂的父母 好 當時祂十二歲 祂的理解力令人驚嘆不移 祂四處尋找 然後失去了祂 他們尋找祂有三日之久 他們在第三天找到祂 當時祂在聖殿裡 祂正在問問題 以及回答問題 那些律法師 所謂的拉比和法利賽人 正在問祂問題 他們對於祂的理解力 和回答感到驚訝 祂只有十二歲 母親過來 祂就和祂一起回去 緊接著下一節說 耶穌信從他們 十二歲的祂比他們更聰明 你知道之後的一張經文說什麼嗎? 耶穌的智慧和新娘 以及上帝和人對祂的喜愛 都不斷增長 每當你信服 生命中的恩寵就會釋放出來 耶穌 十二歲的耶穌比約瑟和馬利亞更聰明 然而祂自己卻順從他們 人們的想法是 除非你比我更聰明 更有資格比我更富有 否則我不會順從你 耶穌 上帝正在觀察這種態度 上帝說要欠秘 耶穌 彼此以謙卑為裝束 耶穌 教官裏面有領袖 要服從那些管理你們的人 讓他們帶著喜樂去管理 而不是帶著悲傷的心情 因為這對你毫無益處 像這樣的經文 只出現在新約 然後是政府的權柄 聖經在羅馬書提到 沒有一樣權柄 不是從上帝來的 掌權的 都是上帝設立的 你的意思是羅馬帝國是上帝興起的嗎 如果研究但以你的預言 你會發現事實的確是這樣 上帝興起他們是因為以色列的失敗 因此上帝稱這段時期為外邦人時代 Amen 這並不代表所發生的一切都出於上帝 但是聖經說 每個政府都是上帝設立的 人人都應當服從 Amen 至於懼怕 執政的 不是要使行善的懼怕 而是要使作惡的懼怕 要尊重警察 基督的身體裡現在有一種態度 你知道嗎 人們去隨意取笑警察 在電影裡 他們取笑一些有權威的人士 破壞權威 簡直是無法無天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人們以為自己很現代 事實上他們正回到聖經的時代 各人都行自己看為對的事 在這個時候沒有約書 沒有摩世 不再有任何事事 你會發現他們總是隨心所欲 任意妄為 各人都行自己看為對的事 以前讀過 但是基督的身體有權並 有信服 Amen 你的婚姻如果遭遇麻煩 向人求助 Amen 牧師 我不喜歡那個人 暫且放在一邊 去找那個人 就連大祭司 該雅法 因為他當時是一個毫無作為的大祭司 他是個腐敗的人 但由於他的地位 他預言一個人 是應該為國家而死 免得整個民族滅亡 聖經說他說這話不是由於自己而是 因為他是那年的大祭司 換言之 上帝將預言放進他的嘴裡 是因為他的地位 即使他的品格很惡劣 奧天 Amen 對上帝來說 如果你尊重上帝賦予的權並 Amen 並且順從 上帝就會在你身上釋放恩寵 以施貼等待時機成熟的時候 一場選美比賽 除了管理太監所預備的以外 以施貼是別無所求 這是指掌管女子 黃的太監 黃通常有一個能夠照顧所有女子的太監 好嗎 太監通常是指已經正身的太監 好 我只是看到可憐的人 無論如何 這個人 他的名字叫做 氣蓋 聖經說 當所有女子參與競選 要成為下一任的皇后 所有女子要求這件衣服 那件衣服 各種名貴的用品 黃的物品 任憑他們使用 但除了這個太監 預備的以外 以施貼是別無所求的 他聽取這位太監的一切建議 這句指揮 他沒有說 我不會服從他 他甚至不是一個真正的男人 他沒有這樣做 好 我是說 他甚至在言談上也不像男人 但他卻服從他 他甚至不是信徒 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下一節 以施貼獲得恩寵 上帝敵黨驕傲的人 賜欣給 謙卑的人 阿們 路德 路德順從她的婆婆 婆婆和犀人 現在成為著名的故事 搬上大銀幕 成為電視劇主題 路德順復婆婆說 我會去填填 我作乘麥水的人 这是低微的工作 阿们 發生什麼事呢 同一時間 最優秀的鑽石 王老五出現 圣经说 祂在祂眼前蒙印 上帝敌党骄傲的人 赐恩及谦卑的人 一起说阿们 现在我担心的另外一个领域 我想是时候处理一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议题 特别是在恩典的老师当中 现在他们里面的很多人因为我的教导而得到祝福 阿们 他们找到恩典 他们找到或者重新发现耶稣基督的福音 但他们没有重新发现 隐藏在岁月里的这个奥秘 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他以当地教会的形式表现出来 能够表现出来的唯一方式就是当地教会 用爱心彼此宽容 彼此服侍 彼此彼此彼此 这是一个富有活力的社区 教会不是指建筑物 你一想到教会会想到什么 教会是魔鬼所害怕的东西 他看着教会的时候 试图将教会彻底瓦解 小心那些令你感觉好像不需要再去教会教导 你就是教会了 阿们 不是的朋友 服从管理你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谁是管理你的人呢 阿们 让他快乐不至于叹息 如果偷门叹息 对你们就没有好处了 我想说有时 恩典的老师接受了我的教导之后 会变得失控的 阿们 为什么呢 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们没有当地教会 他们没有当地的教会 或者他们不够尊重当地的教会 于是他们反对十一奉献 当他们在外面犯罪的时候 他们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而在教会里面 你若犯罪 我们爱你 足以帮助你面对犯罪的难关 你与妻子之间遇到问题 你与丈夫之间遇到问题 怎么也好 我们都在这里陪伴你 我们不仅只脚身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不仅只拥有自己有限的能力 我们在这里是被上帝恩告 很多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 上帝会将他话语放在我们中间 一起说阿们 在教会的历史上 他们明白这一点 如果有人进来 伤害基督的身体 欺骗别人 有一种权柄 会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出现 会有坏事发生在那个人的身上 他们不需要雇用暴徒 不会雇用黑帮人士 他们只要说话 那个人就可能变成黑眼 阿们 另一种方法是当教会 不再与那个人交往 这个人在本质上交给撒旦 要败坏他的身体 当地的教会为了要保护教会 他们拥有这种权柄 如果某人体内有癌症 你最好做些什么 你会做些什么 你会做些什么 是不是割了他 内心一点 我意思是你会尝试医好他 好吗 好吗 某人身上有癌症 皮肤癌之旅 你会尝试做什么 你想去治愈他 对吗 阿们 以自然来说 你会试图治愈他 希望医生不会说要割了他 阿们 如果他拒绝被医治 阿们 你会怎么做 会将他割了他 你不是因为讨厌他而割了他 而是因为你爱惜自己的身体 不希望岩征扩散 你明白吗 所以你要为那些过着 扭坏 不道德的生活的人 去处理他们的问题 你要使他们传遇 阿们 很多人得到医治 赞美上帝 但在极少数情况下 有些人拒绝得到医治 他们希望继续留在教会里面害人 阿们 影响别人 我们就不再和他来往 病 实际上交给撒但 这是我不喜欢谈论的事 因为我喜欢谈论上帝的爱 阿们 这就是爱 顺带一提 这是管教 对基督身体的爱护 阿们 这是一种坚强的爱 上帝足够爱你 有时我会很高兴 当我做某些事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当做错事的时候 我几乎就好像无法逃脱一样 有些事情将要发生 当它要发生的时候 我去到某个地步 我感觉到 天啊 他真的很爱我 其他人能够逃脱 但我不能够 你都遇过这种情况 因为你是特别 你是分别为圣 好的 石头可以身处灰尘之中 但钻石却不会 他们无法在表面找到 上帝正在保守你 让你保持这份价值 直到正确的时间来临才会显示 阿们 这个不是真的 阿们 所以 关于基督的身体 另一件事情是 要小心这些到处漂泊的恩典传教士 他们身上是没有权兵 他们大声讲述自己的权兵 你可以看到 上帝并不认可他们的事工 他们哪里都去不到 他们当中很多人会说 你不必作十一奉献 可惜的是有很多人 甚至恩典的老师都会说你 不必作十一奉献 第一 上帝根本不需要你的十一奉献 上帝想要十一奉献 不是为了要变得富有 我意思是 世界上有很多声音 告诉基督徒说要保持贫穷 不要谈论富有 如果你谈论富有 我们会反对你 我们会写博客谈论你 我们会写关于你的文章 美国有一种恐吓的灵 阿们 都来到这里了 在新加坡的教会里面 现在世界各地都有 实际上是一种恐吓的灵 你甚至不能说 繁荣这些类似的字词 你说我繁荣的福音 但他们自己有三四间房子 他们很多人有两三架车 他们从教会里面去领取工资 我们的教会也会宣讲恩典繁荣的福音 我的意思是 拜托你 不要再偽善了 让上帝的子民变得繁荣 阿们 弟兄姊妹 我们拥有更美好的事物 阿们 但是每当你触碰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哇 他想要你的钱 留住你的钱 是一个启示 阿们 这是上帝对你的梦想 魔鬼不希望教会繁荣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一间繁荣的教会可以大有作为 做很多事情 上帝希望他的教会繁荣 看下以色列国 旧约中对教会的预表 顺带一提 某些恩典的老师不使用旧约 我却使用旧约 我有很多教导都来自旧约 阿们 在以色列上帝说 你门中间不会有窮人 你知道上帝在圣经里面这样说 然后上帝在《生命记》八章这样说 上帝说恐怕你吃 这个来自英皇阴定本 你吃饱了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当一起说当 不是如果 是当 意味着只是迟早的问题 当你的牛羊加多 你的金银增添 有人说 屏牧师 你这样教导人们 你教导人们 如何变得富有 真的吗 我们应该教导人们 如何变得富有吗 上帝希望你繁荣昌成 并不是物质主义 这就是问题所在 不是贪爱钱财 有些穷人 经常想发达 他们没有钱 经常想钱 他们只喜欢钱 阿们 请听好 有钱不一定是坏事 有钱人可以在一个国家 创造就业机会 有钱人可以建立一些 使别人繁荣的东西 建立其他企业 这样人们也能繁荣 有钱并一定是坏事 如果有钱代表坏的话 阿伯拉罕也是坏的 下一集的广播 上帝可以改变事情 上帝可以改变你未来的客户 上帝可以改变你的位置 可以动工 将事物和事件放在你生命中 他是最高的上帝 这是他第一次出现 每当你第一次看到上帝的名字出现 就要留意